这是为了宣传宜兰的温泉记的活动 那么主办单位呢 他们最近就在郊西的转运站 架了一个一大面的一个宣传看板 那么通常呢 这样的看板活动上面可能找的是大明星 或者是一些美女正妹 不过这一次业者逆向操作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头黑色卷法掀开红色布脸 伸出一只手妇媚的比着泡汤地点 另一手还抓着浴巾包裹着上半身 这是宜兰郊西温泉记活动的宣传看板 这位首领女主角引发热烈讨论 应该换个美女 不是 我会怎么 林志玲 她会比这样啊 好像是男孩子啊 原来今年宜兰郊西的温泉记活动 主办单位将广告发包给厂商 打算做个以往不同的宣传方式 把以往厂商常常操作的手法 拿出来比一比 一人莎莎表情满足享受 手还拿着勺子 手女阿姨则是豪迈的比向泡汤地点 会不会差太多啊 因为美女的照片 我们其实看太多了 那你说她们如果要找 也没有那么多经费 可以找到非常有名的人 有名的明星啊 或者是代言人 所以我们就反其到 走这个庶民的形象 广告看板的主角现身了 曾丽甄 广告借素人的她 其实是个剧团创办人 被问到为什么会代言温泉 因为她刚好跟这个业者算是旧事 而且在当地也小有知名度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 逆向操作 吸引民众目光 那于是有人就说 那这应该是泡汤前 于是她们说 这一定会有泡汤后的 放心放心 重新设计了 这样子比较稍微跟传统的做法 不大一样的一种 一个广告宣传的手法 创意发想 针对郊西的泡汤族群 特别是亲子和银法族 不走传统美女路线 采用最亲民的model 走家庭温馨路线 逆向操作 果然成功 引起话题 记者联益宣传说 宜兰采访报导 得到 传统的